去年开办的新北市纪录片种子教育营的活动 也深受各校老师的好评 所以今年总共有9部纪录片 也将在今年12月3号 在新北市第04有线频道的 第三台公共频道同步的来播话 欢迎喜欢了纪录片的民众把握机会来观看 新北市纪录片种子教育营 在大观国中举行成果发表会 新闻局表示9部纪录片题材丰富多元 希望老师能够将纪录片影像教育带回校园 培养学生影像书写及美学能力 让更多人一起关注社会 认同这片土地关怀人群 他可能上山下海 可能我刚刚看到也有到离岛到金门去了 到澎湖去了拍摄这样子一个影片下来 终于很辛苦的 但是也非常很有成就感的 把这个纪录片把它拍摄下来 我相信每一部的纪录片拍摄下来成果 经过我们的曾导演 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老师都知道 每一部纪录片应该都是非常精彩 去年开办的纪录片种子教育营 生活各校老师好评 今年73位老师和教职员经理课程和拍摄 计划提案的学习完成九部纪录片 新闻局局长表示 原先推动纪录片是想要造福新北市宣传新北市的校园 待作品完成之后才发现其中收录的人物和故事遍布台湾各地 从新北相簿延伸成台湾的相本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新北市的相簿 后来发现它真的可以成为台湾的相簿 因为它不只在这边 它还到台北市去 它还到金门到澎湖去拍 所以虽然我们在推动纪录片 只是一开始是希望能够造福我们新北市的校园 可是慢慢它真的会再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城市的相本 我想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就是我们家里可能要去应征 或者是要有商业价值的沙龙造是很漂亮 但是最珍贵的是我们自己家里人拍的这个相本 它没有商业价值 可能不太有 但是会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你的子孙 你的下一代 看着这些相本 知道我们的长辈 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子成长